我国本财政年的总预算赤字预计为110亿元 这也是政府连续第二年动用国家储备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也说 为了应付经常性支出 政府必须在明年到2025年之间开始调高消费税 同时政府也将通过发行新债券的方式来挤资 在疫情下 我国上财政年出现了独立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 原本也预计会从国家储备中提取520亿元 但在结账时发现只用了427亿元 剩下未使用的93亿元将进入本财年的拨款中 因此即便是政府今年将从国家储备中提取110亿元 来设立应对冠病兼人配套 但实际从储备金中提取的额外金额只有17亿元 结合两个财政年 政府从国家储备金中总共提取537亿元 我国一直坚持经常开支必须由经常收入来支付的原则 王伟杰说这是对这一代和下一代国人公平的做法 为了应付我国的经常性支出 消费税的上调不能延迟太久 必须在2022年到2025年这段期间做出调整 并且应该会较早落实 但他也指出具体上调时间会根据经济前景来决定 同时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消费税将继续全部由政府吸收 此外政府也已表示会预留60亿元退出定薪与援助配套 在消费税调高的时候发挥缓冲作用 他说大部分新加坡家庭至少延后5年才会受到消费税调高的影响 居住在一房到三房市组屋的低收入国人 所获得的援助将足以抵消大约10年的消费税涨幅 同时政府也打算退出新的债券来集资 并会在今年较迟时候把国家重大建设借贷法令SINGA提成国会 为长期的基建项目进行融资 政府下来几年的要务是继续提供短期援助 在中期为经济增长展开策略性投资 继续进行经济转型 以长期来说则是为未来进行基础建设 和为所有国人打造关怀和永续发展的家园